各位同學大家好 接下來方程老師要來介紹了這一集十一題 他說將現在的個式化成最簡的分數 那我們看到的是它都是循環小數 也就是說循環小數你會不會化成分數 如果會化成分數再把它加起來或者減 或者做交減乘數試則運算 那就可以了 那我們來看這一題 這題目是0.3循環 那我們記得0.3循環 一個循環節就有一個9 那它沒有其他不循環的不是0的小數 那就是9分之3 上面是所有的減掉不循環的 那它沒有不循環 所以這個也是一樣 一個循環節一個9 上面是4,9分之4 那一個循環節一個9 9分之5 所以它變成9分之13 12保險 12 就是可以約分變成3分之4 所以我們第一小題的答案就是3分之4 那我們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是0.366循環 乘上0.2121循環 好 那我們記得 好 那我們記得 好 那同學當然可以先按暫停 然後自己算一算 然後如果你算出來 你可以直接對答案 如果對答案都沒有問題 你可以直接跳過去 如果你覺得有一點問題 或者怪怪的 或者有點不熟悉 或者你很想聽方程老師的講解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 好 這個0.366循環 這個會等多少呢 其實就是 有一個循環節一個9 一個不循環的小數一個0 就是這樣 然後上面是全部 全部是36 括掉不循環的是3 好 所以 這個就變成這樣 那這個0.2121循環 也有兩個循環 循環節是兩位 所以 我們就是有兩個9 抱歉 好 有兩個9 就是9分之 通循環 那就全部寫上去 21 好 那這個就會變成 好 36 減3 當然是33 好 那接下來 我們把他約分一下 這個跟他約分 可以剩下3 再跟他約分 剩下7 好 所以答案就是 90分之7 好 這樣你會了嗎